就带大家来聚焦联发科 昨天是在深圳跟台北同步举行了 四核心智慧手机晶片的产品发表会 这款晶片MT6589 未来锁定的就是中高阶智慧手机 还有平板电脑的市场 而且已经获得很多大厂的采用了 明年的第一季 终端产品都会陆续上市 联发科也说 这款晶片占内部的晶片出货比重 大约是有三成 推估对毛利率来说 将会带来非常明显的加分效果 联发科推出四核心智慧型手机系统 单晶片MT6589 强调高效能低功耗 支援丰富多媒体体验 以及双卡双待的功能 未来将锁定1000到1500元人民币 大约4700到7050元台币的 终端产品价格带 将让中高阶智慧型手机更加普及化 目前已经有多家的指标性客户导入设计 外界推估包括联想 中芯 TCL等中国大陆手机大厂 都是潜在的客户 中端产品最快明年第一季要上市 根据了解联发科的MT6589晶片 本季已经小量出货 但是对于业绩贡献度不高 明年大量出货之后 预估占联发科智慧型手机晶片 出货比重将达到三成 反而认为明年第一季开始 MT6589大量出货之后 将可以推升联发科在中高阶产品的竞争力 带动明年智慧型手机晶片出货 大幅攀升 预估将超过两亿颗 远高于今年的1.1亿颗以上 受到新产品发表激励 联发科股价12号大涨超过5% 三大法人算最近五个交易日 出托联发科4657张 但是相关的供应链 法人开始回补 联电 日月光 晶圆电 细品 细格等 仅说杨志 群联则继续调节 东产新闻综合报道